小镇男孩穿越到60年前 和超能力变种人一起生活 不仅没被悉心照顾 反而还碰上了吃眼睛的怪物 今天虎将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这天小帅正要去爷爷家 但爷爷在电话里很紧张不让他来 并说家里很危险 小帅却没当回事 当他到爷爷家时 发现爷爷倒在树林里 而且眼睛也不见了 小帅一时被吓得缓不过神来 爷爷临死前告诉他 让他去找一个小岛 岛上有个佩小姐 佩小姐知道全部真相 说完便去世了 小帅发现远处有个怪物正缓缓靠近 还好女邻居及时救下他 小帅回想起小时候 爷爷经常给他讲的故事 爷爷说 之前他就住在那个小岛上的儿童之家 那里住着的全都是变种人小孩 比如力大无穷的兄妹 身体里有很多蜜蜂的男孩 还有轻飘飘会飞的小女孩 以前小帅不相信爷爷说的话 但现在他觉得爷爷说的可能是真的 当其他人都觉得小帅精神不正常的时候 心理医生却建议他亲自到小岛上看看 于是小帅来到了爷爷口中的小岛 他走进儿童之家门口 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废墟 原来儿童之家早在二战时就被炸毁了 可爷爷却在两年前又收到过儿童之家寄来的明信片 正当小帅疑惑的时候 他看见废弃的城堡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 再回头一看 还有两个探头探脑的小孩 小帅吓得赶紧往外跑 但又不小心摔倒晕了过去 一个力大无穷的小女孩把小帅扛到洞口 当小帅醒来时 发现面前站的全都是爷爷故事里的人 他们邀请小帅走进山洞 当小帅穿越山洞时 他发现自己穿越了时空 来到了被炸毁前的儿童之家 而爷爷口中的佩小姐 此时正在城堡里等着他 佩小姐拿着手表 说自己可以变成时光之鸟控制时间 她知道1943年9月3号城堡会被炸毁 所以她创造了一个时光圈 让这里的孩子永远生活在爆炸发生前 保证他们的安全 同时小帅也发现 这里的孩子个个都有超能力 小便妹妹可以催生萝卜 大利女孩可以轻松地拔出大萝卜 红发女孩可以用手烧水 黑发男孩可以让玩具拥有生命 她也见到了像气球一样 飘在空中的小美 小美是个善良的女孩 在小帅的帮助下 她脱掉了脚上上百斤重的鞋 用自己的超能力把松鼠送回树上 晚上吃饭时 一个可以预言的男孩 给大家播放了预言视频 视频里有一个奶奶即将来到这里 饭后 孩子们邀请小帅一起观看重启 他们来到花园戴上防毒面具 天上飞过几架轰炸机 导弹在城堡上空落下 就在这时 佩小姐按下手中的怀表 时间开始倒流 他们又回到了24小时之前 这样炸弹就永远不会爆炸了 小帅跑去问佩小姐爷爷死亡的真相 佩小姐却不回答她 而小美却带她跳进海底 找到了爷爷留下来的旧物 一个标注了时光圈的地图 还有一堆老照片 小帅看见照片里的白眼怪很眼熟 再一想 她想起爷爷被害那天自己见过这个人 同时小帅得知 自己其实也有超能力 她可以看见别人看不到的隐形怪 小帅拿着照片去问佩小姐 佩小姐这时告诉了她真相 原来变种人也分好坏 以白眼为首的邪恶变种人希望长生不老 于是偷走了许多时光之鸟 想通过实验达到永生 但在实验进行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参与的人都变成了隐形怪 只有吃掉变种人的眼睛 才能保持他们人类的身体 所以他们不断抓捕变种人 而所有变种人都一直被时光圈所保护 想要找到他们 就必须知道时光圈在哪 这个秘密只有小帅的爷爷知道 爷爷不愿交代 于是被残忍杀害 不久后 预言男孩之前预言的老奶奶找到了他们 并说自己是2016年的时光鸟 邪恶的变种人那时已经越来越猖狂 他们准备在自己的基地完成长生不老的实验 并且很快就会找到这里的孩子 佩小姐决定赶紧带着孩子们逃跑 就在这时 小帅竟然在山洞里 看见了自己的心理医生 原来这个心理医生是怪物首领假扮的 这个首领的超能力是变身模仿 之所以劝小帅来岛上 就是为了带他们来岛上找到时光圈 佩小姐变身成了时光之鸟 被抓进了鸟笼里 就在紧要关头 小帅运用自己的超能力定位隐形怪 然后射中了怪物保护了大家 孩子们也纷纷运用自己的超能力逃跑 导弹在此时再次降临 没有了佩小姐的倒流时空 他们身后的城堡被炸成了废墟 随后 孩子们准备去救佩小姐 他们来到海底的沉船里 开着船前往怪物的基地 根据地图 他们穿越到了小帅生活的2016年 怪物的基地正是在游乐场的塔楼里 小帅找到了怪物首领等人 并让小美把他们引出来 孩子们早就埋伏在了游乐园里 并朝隐形怪扔雪球 让他们显现出来 黑发男孩复活了沉船里的窟窿 来到游乐园帮他们一起对付怪物 大力女孩把旋转木马拆了下来 直接把隐形怪撞进了大海里 另一边 塔楼里的邪恶变种人正要开启实验 还好小帅等人及时赶到 蜜蜂男孩把坏人赶进了水里 植物女孩又用藤蔓缠住了他 黑发男孩复活了玩具大象 把坏人踩在了脚下 小帅趁乱跑到实验室 放出了所有被囚禁的时光之鸟 怪物首领很气愤 拿起斧子就要砍小帅 这时黑发男孩和小美赶了过来 但是首领却变得和小帅一模一样 就在他们迷惑的时候 隐形怪却判断错误 竟然把怪物首领抓起来杀死了 随后 小帅也拿起剑射死了隐形怪 战斗终于胜利 孩子们也回到了自己的时空 小帅回到家后看见了爷爷 因为怪物首领已经在时光圈里被消灭了 所以这个时空的爷爷也活了下来 爷爷送给了他一份礼物 是世界各国的钞票 并鼓励他回到1943年寻找真爱 于是小帅找遍了所有的时光圈 终于重新遇到了小美 电影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 故事充满了想象力 让人体会到了孩子们的勇敢 他们在面对邪恶势力的时候 敢于迎难而上 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反而面对困难很容易退缩 但影片想要告诉我们的是 只要内心充满爱和勇气 就能克服一切恐惧 我们是从银来到家里面的 带来就算了 我再次说 地团做您的想法